你好 欢迎收看11月2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一开始我们来关心县议会县政总质询的议程 20号县议院张美慧他针对了台东县在满意度永续竞争力都超越了花莲 而违法农地能够申请休闲农场客家经费及苏花安部落会议等的议题 张美慧也提出了意见 县议张美慧则是修说台东满意度永续竞争力等各项政策都超越花莲县 定位针对客家事务处经费增加女部化 违法农地申请休闲场和苏花安部落会议无法达成共识 影响到苏花安行业的进度 首先因为花莲在前天发生有飞行伞的体验乘客 他从高空坠落死亡的不幸的案子 我们要避免悲剧再度的发生 所以其实不只是杀飞行伞 那其实在花莲的一些观光因为观光衍生出来的这些休闲活动 还有沙滩车独木舟等等 那这些的体验的活动都很吸引人 但是在花莲县政府 要求县政府在辅导和业者合法化的这件事情 应该要有积极的作为 其实这些活动县政府都可以走在前头来帮助业者来协助合法化 这个对观光也是有一个加分的效果 另外我提到的就是有关于苏花安的延宕 苏花安花莲段延宕了两年的时间 部落的地方的说明会开了21场 但是花莲县政府都没有积极的作为 来协助和平到和中这一段部落 他们对于这个开工之后 动工之后路线的可能外环之后 部落内的这个生计会受影响 县政府都没有去关心他们 没有告诉他们如果这样的一个冲击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县政府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配套 在观光业在产业面给居民去安心 而是让他们非常惶恐的独自面对 这一点我也要求县政府一定要监掏改善 让苏花安的进度能够依照原来的既定计划 能够继续的推动 对于花莲县的客家预算 花莲11万的客家乡亲占人口数的三分之一 但是花莲县政府在年度的现预算 编列的却只有占了0.2% 这非常的低微 在这个经费在资源都没有合理的公平的分配 那不能够因为客家人请柬 客家乡亲请柬 就说经费就可以扫编一点 不能用这种理由啊 那经费可以做的事情 客家文化推广跟生根 还有语言音乐文化艺术 这些都可以来推展 有经费编列 这些事情可以务实如实的来推动 花莲县区县长的这个农地 没有依照规定农业使用 就是农地非农用 农地违规使用的这个案子被检举 那他也缴了罚金 但是他带头违法这五年多的时间 我们觉得县长应该要跟宪明说清楚 那相关的单位也应该来调查 就是农地非农用的这件事情 还可以申请休闲农场 这样子的状况是合理是合法的吗 那我建议要求相关单位应该要来 针对是否有疏失 是否有徒利 是否有违法的事情来做调查 现在张美惠表示 苏华安伊兰部分县命已经召开会议 已经达成共识了 唯独和平部落和和人部落 并没有达成共识 让整条苏华安整理新建停摆了 也请欢迎政府能够和部落主任们进行沟通 早日通过 让苏华安新建能够顺利动工 记得喜欢华彩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